Go Go Carly is Go Stronger Let's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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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威廉 欢迎来到林马帮帮忙 真的是没有意外啦 4月13礼拜六的威士忌趴 汉匠果然 真的是一如往常的又输了 没有想到啦 那电底的球队竟然也是逃不过这个魔咒啊 那还好幸好主办单位还蛮用心的啦 公平每一个球场每一个球场轮啊 那新庄既然是办过的话 我想下一次再轮到新庄办的时候 应该至少是三年后了吧 威廉我比较不好意思啦 因为比赛完了之后还要开车 去上班赚钱啦 所以当天我只喝啤酒 那没有看大家喝威士忌啊 那借着节目再跟当天有来到场的朋友们 说声抱歉啊 那看大家真的是一边看球 一边喝着威士忌啊 那种感觉真的是蛮热络的 我看到有好几次啊 那新庄公读生有上来到我们那里 那看了一下之后哪又下去啊 那代表我们 虽然说很热络的一个氛围 但是不至于是影响到隔壁的一些球迷看球的一个心情啊 那我觉得这个活动办得很好啦 除了撇开对主场的一个胜负之外啦 真的大家可以联络感情啊 这个活动真的不错啦 那希望这个主场不胜的这个魔咒啊 那在今年下半季轮到高雄陈津湖球场的时候啊 台钢能够破除这个魔咒啊 台钢雄英加油啊 那小叶也加油啊 小叶应该不能只讲加油啊 小叶保重啊 那接下来来无情工商一下啊 那在小叶的努力之下啊 再加上体贴的行行啊 尊尊教诲之下啊 最近几期的节目啊 那在节目的一开始啊 都必须要来无情工商一下 工商什么 就是工商我们的五四三周会谈的YT频道 已经正式上线 喜欢听大叔野球五四三 以及五四三周会谈的朋友们 可以去把我们的五四三周会谈的YT频道给订阅起来 那你如果不习惯从Podcast上面去听我们节目的话 那你也可以借由YouTube上面去收听我们的节目 那就我所知道了 目前各个单口 还有主节目的主持人们 目前是暂定都没有露脸的计划 那如果说订阅数够高的话 说不定 那各单口节目主持人以及主节目的主持人们 会试着露脸一下 那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支持 我们五四三周会谈YT频道的一个经营 把它给订阅起来 这个就是对大叔最实在的一个支持 那在无情攻三完之后 我来讲一下 本周的标题 我把它定为 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站起来 那很明显的 这句话就是送给我们家的 刚过生日的保罗 那恭喜他 中职生涯的首胜 还记得他在去年的春训开训的时候 讲要带着我们富邦汉将 拿下三年霸 四年霸 五年霸 六年霸 七年霸 四年霸 的那一个孩子 在今年 总算拿到他的一个中职生涯首胜 说也很巧 那在他拿到中职生涯首胜之前 他的高中的队友 包括统一师的林兆恩 还有台冈雄英的吴又成 都在他之前 也都分别拿下了中职生涯的首胜 我想吴又成 以及林兆恩 他们拿下中职生涯的首胜 这个也是带给我们家的保罗 一个努力 一个精神上最大的一个动力 我的两个同学都拿得到了 我更应该能够拿得到 这中职的首胜 还记得去年的四月也是在天母球场 那对战的对手也是威权农队 那坦白讲 头不满两局被打爆 那借由转播的画面 看到保罗他本身非常的难过 甚至一个大男孩 直接在休息室里面哭了起来 那种感觉 我相信邦迷朋友们 如果有看这场转播的话 应该也是替保罗感觉到很难过 能够深深感觉到 他想要拿下这场胜利的那种企图心 但是事与愿违 没有拿下 那我有看到包括哲轩 包括国豪等等 都在休息室安慰他 那英雄 要当英雄 就是在相同的场合 相同的对手 在经由自己的一个努力 那把这一场该拿下来的胜利 把它拿下来 保罗他经由一年的努力 证明他做到了 那我观察他这场比赛 不管是直球也好 直插球也好 他的控球真的是近乎完美 那包括近雷角度 然后直球的尾数等等 那包括陪峰他的一个挡球 那都做得非常的好 那帮助保罗投舞局 那林斯芬 安全的下装 那最后也拿下他的宗旨首胜 那也很感谢球团 在他拿下首胜之后 那虽然有胜部的压力 但是为了保护他的一个状况下 就马上让保罗下到二军区 让他去重新做个调整 十天后再上来投 这一点我觉得 要给富邦和这样的球团 教练团们 一个大大的一个掌声 没有因为战机 就急于消耗一个年轻的一个手臂 我在上周的节目有谈到 包括王念豪也好 那包括王保罗也好 就照着去年的冠军队 威犬龙的小叶总教练的一个养法 去养就对了 那保罗的部分 讲到这边 那至于也被下放到 二军的王念豪的部分 蛮可惜的 我个人是有一种 被欺骗感情的一个感觉 虽然我本身已经不再是处男 但是对于感情被欺骗的这件事情 我的内心还是耿耿于怀 为什么在寄出的时候 从热生赛开始 那看到王政堂去守左外野 那我们去年守得很好 守三蕾守得很好的李宗贤 那被调到二蕾的时候 那时候的错觉是认为说 那这个位置就是要让王念豪去练 那没有错 事实上在这次开幕了之后 也曾经让王念豪直接在三壘先发 但是在一次又一次 打击没有办法成功的一个状况下 然后就换新元旭去守 那新元旭不管是在守 以及打的这个部分 在这一段时间 确实状况非常的火热 甚至主场的第一场首胜 MEP也是他 那在这种情况下 王念豪他本身在一军 并没有太多的一个 能够先发的机会 就沦为偶尔的一个带打 的一个状况下 那就被下放到二军了 那在新闻稿上面有提到 那陈金峰总教练有讲 原本就是设定大概 十场比赛的一个时间 让王念豪去感受一下 一军的一个强度 那我这个方面 一开始看到的时候 我就觉得很奇怪 那如果只是要给王念豪 十场左右的一个时间 去了解到一军的强度的话 那应该是没有必要 要把李宗贤从三壘拉到二壘 那把王政堂 从二壘移房到左外野 我实在是想不透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我刚才有讲 我有一种感情被欺骗的感觉 那过了几天之后 那长时间的一个思考 那我后来是觉得 原本把李宗贤拉到二壘 然后把王政堂 移房到左外野 这个就已经是既定的政策 不一定是为了王念豪 也可以说是为了王念豪 只是念豪 他本身没有掌握到这个机会 因为本身我们的角落外野的火力 还有防守 本来就不是很突出 那在今年度的部分 把曾经守过外野的王政堂 直接就拉到左外野去 那从这几场证明 政堂他在守外野也好 在打击也好 都没有比在二壘的时候 要来的差 那至于中选的部分 那一开始的打击 也是不怎么好 那自从在高雄 陈金福对台刚的三连战之后 他的打击状况也慢慢的有拉回来 那防守上面毕竟他有守过游击 二壘的这一块防守 我觉得目前观察起来 也能够驾轻就熟 那至于 那遗留下来的空缺三壘的这个部分 到底会是王政堂 不是王政堂 到底会是王念好 还是新元旭 或者是最近拉上来的董子恩 就靠他们自己的一个实力 来决定说 这个位置到底是谁 那还好的是 那念好下到二军之后 马上就有出赛的机会 那也有打出弯打 那也经由王念好的关系 那我看到 今天的二军 那王以诚也打得不错 那手先发手左外野 我希望 那如果对于新人来讲 还是必须要给他们机会 如果在二军打得不错 状况很好的话 应该要给他们 适度的拉上来一军 哪怕是只有一场两场的机会 也应该要让他们 有能够证明他们自己实力的机会 那这一点 那目前我观察 整个富邦和这样的教练团 应该是会这样子做 没错 再顺带一提 那除了王念好 跟王以诚 在二军 都有蛮不错的一个表现之外 那另外一位表现不错的选手 就是刘俊豪 那没有错 虽然现在二壘 是长期有李宗贤在手 但是在游籍的部分 目前的王拔 慈恩琪 以及叶子亭等 他们的状况 并不是说 并不是说到非常的好 那如果可以 我觉得应该是要拉一个下去二军 让刘俊豪上来试试看 反正在张玉成还没有签到之前 游籍应该也是要比照三壘 开放竞争才对 讲完了 上一周 那我比较感到 有兴趣的几个选手升降的一个事情之后 那就来进行我们上个礼拜的赛事回顾 那一样 那这个单元 是由我威廉和蚁仁合作 那由蚁仁的视角 来带大家 去了解一下 富邦和将 上周五场比赛的一个比赛情形 谢谢蚁仁大大的 肯定 愿意和我合作这个单元 在Hems Up的音乐之后 就开始进行本周的赛事回顾 那本周的汉将总共进行了五场比赛 那4月10号 音浪很强的天母课场 本季的第一场天母课场 也是布莱恩的课场出登榜 那我这边介绍一下 布莱恩是今年我们的姻缘团 新加入的一位 蛮帅的一位男生 那听说和阿翠一样 也是文化大学毕业的 那凯文终于有新学弟了 可以七部学弟了 练习生姐姐 也是课场出登版 FA的例子也陪着大家一起跳应援 今天双方派出羊头 分别是戈威士 以及武夺 一局上 堂堂的三连安打 再靠着大宝的安打 先持得点 戈威士四点一局 98球 被打了五只安打 投出了四次的保送 试掉一分退场 保送太多 投不满五局 牛棚又要提早启动 操啊 游夏二三雷友人 换上东明阶梯 先是送出了三阵 取得两出局后 无奈被打出了安打 掉了两分 五局结束 一比三落后 牛棚阶梯后 无把有效的压制 连续三局都有十分 旺西 凯青 虽然有保送 但都没十分 今天送出好多保送 又有例子 真的是力保乐园啊 打现在一局上 先持得点后啊 中贤安打 元旭保送 堂堂保送 紫婷保送 零星的上磊 无把有效的串联 刹那 中场就与一比八落败 没被开鲁阁 该高兴了吗 今年的天母球场 喇叭变得很大声 不知道是只有今天 还是就变成这样子 明天是由保罗先发 让我们一起进场 为他加油了 还是老问题啊 先发投手啊 尤其是羊头啊 我在这边会强调是羊头啊 是因为本周后续的比赛啊 我们出来投了本土的三位投手啊 投的都非常好啊 所以我在这边强调啊 先发的羊头啊 还是一样啊 投不满五局啊 那一样是延续第一周 跟第二周的老毛病啊 先发投手 如果局数投未满超过五局的话 那只是在超我们的一个 被胜利组的一个牛棚啊 第一周跟第二周的状况如此 那没想到战况来到了第三周啊 的第一场比赛啊 还是如此啊 坦白讲 在当下我是有点蛮紧张的啦 很担心我们的配胜利组牛棚啊 又要一个一个的被超坏啊 那在一军跟二军之间啊 一直无限轮回的一个坐轮替啊 看一下哦 那本场比赛的成绩啊 在野手的部分啊 这场比赛啊 总共只打出了三支安打 分别是李宗贤的四支一 王正堂的三支一 以及申浩伟的四支一 那其他的野手的部分啊 在打击上面就完全没有表现了 那在投手的部分啊 各位是四右三分之一局啊 那他的四分是三分啊 那智哲的部分也是三分啊 那李东敏 他投了三分之二局啊 师分是零分啊 那哲思自然就是零分啊 那陈冠勋的部分啊 他投了一局啊 然后他的师分的部分啊 是三分啊 那智哲分也是三分啊 那李建勋的部分啊 他投了三分之一局啊 他的师分是两分 智哲分是两分 那接下来的林旺熙 他投了三分之二局 兰凯清 他投了一局啊 那师分是零分啊 智哲是零分啊 4月11号 黄赫 黄保罗生涯首胜啊 睽違已久的保罗啊 今日再度先发啊 初登板就是在天母球场 今日立拼首胜 还得告诉学长多打些分数啊 而对方派出前队友哀普勒应战啊 蚁人在哪里应该不太重要 今日深入敌营外野卡路区 也可以说是去抢人家粮 但我真的烤了不少肉给大家吃 当努力换分数 我怕没人烤 不知道几点才会结束啊 当然也是其他人相信我不会乱烤 平常爱吃烧烤 看来发挥作用了 五局结束后就回去上班了 烤肉部分真的蛮不错吃的给赞 那天母球场这一块真的是蛮不错的 有做出相当的一个口碑啊 那如果各位朋友有要到天母去看球的话 外野的烧烤席真的可以考虑一下 一局上堂堂浩尾串联的安打攻占一二雷 两出局后靠着国陵的一个关键安打 先值得点啦 五局上中前二雷安打堂堂保送再度开启攻势 浩尾的安打一分打点 国陵的二雷安打两分打点 比数来到4比0 算是够给力了 而保罗前四局只投出一个保送 到了五局下才被集出第一支安打 顺利完成先发任务 拥有胜头资格 太棒啦 阿勇 东明 俊悦 各投一局 虽然都有被上雷 但最后都顺利化解 九局上裴风安打 王拔推进成功 得点圈的得分机会 可惜没有再添分数 最后轮到布兰哥登门关板 直接送出2K 虽被打出安打 但最后顺利手下胜利 迎来珍贵的第二胜 也是保罗的生涯首胜 能够亲眼见证到 真的太幸运了 明天 我们将回到新庄主场 与热天桃园进行三连战 我们新庄球场见啦 本场比赛达成纪录的部分 王宝罗一军生涯的首胜 王卫勇200夺三阵达成 六局下 再来看一下团队成绩的部分 野手的部分 那这场比赛总共打出了 九支安打 中贤五支一 正堂四支一 大宝四支三 国臣四支一 国陵三支一 陈真二支一 陪峰四支一 那在投手的部分 先把投手黄保罗 他投了五局 那智泽分是零分 那王卫勇的部分 他投了一局 智泽分的部分也是零分 那李东明 曾俊月 布兰哥 也都上场投了一局 智泽分都是零分 那中场就以4比0 拿下这一场 蛮开心 保罗 在经历去年的低潮跟受伤之后 今年一开始 从智办也好 官办也好的热身赛 都是从中继出发 一局 两局 三局 那最后 当他第一次能够以先把投手 出场的时候 就顺利的拿下这一场比赛 那后续 就看他休息十天之后 再上来投的状况怎么样 那因为毕竟 你要当一位先把投手 不是只有这一场投的好就好 那是要接连接连 都有一个好的表现 才可以说是一位称职的先把投手 那我相信你的学长 古林做得到 徐洛西做得到 那你也可以做得到 那黄保罗加油 4月12号 因为有你歌喉战大进步 那因为有你的鹰 是李亚英的鹰 那没想到 蚁人大大 也开始在追啦啦队了 暂时告别客场征战 今日回到新庄主场 就在昨晚保罗拿下首胜后 能否延续下去呢 今晚将迎战暴力员 由罗哥挂帅先发 赛前由刘品妍带来开球 从和五六的格斗天王 Sweetie的音乐里 都很有印象 今天是带来电影丽莎的宣传 里面的鸡都是真的啊 一局下 忠贤安打上雷 呛死局给他直接的call了下去了 才一雷耶 因为秋席和DJ昨晚就说好 雷上有人就call下去 可惜此局没跳到很久 二局下 国陵阳春炮炸裂啦 三局上 罗哥遇到乱流 接连的安打失了两分 四局下 浩尾的安打 国陵的二雷安打 攻占二三垒 一出局后 哲宣保送上垒 满垒啦 冠尾从两好球 惨斗到满球数 最后也集出了追平安打 消耗对手九颗球 蓝色旋风也跳够久 再靠着圆续的二雷安打 再添两分 王拔集出滚地球出局 再添一分 比数来到了2比5 罗哥组头五局 99球 被打了七支安打 投出了三次的四坏球保送 投出了10K 失掉两分 虽然被上垒率很高 但有效的控制住 送出十次保 哎 十次三阵啊 感谢罗哥 知道我们要的是什么 阿勇 东明 各头一局都送出2K 都没四分 七局下 哲轩靠着失误上垒 也发动到垒 一开始被判out 最后改判 中段记录啦 什么记录 就是开幕战开始 那连续没有到垒成功的场次 那这个记录啊 终于在这一场比赛的时候被中断 那只是我个人觉得很好奇啊 那我记得 风总啊 在关班热身赛的时候有讲啊 今年的富邦汉将啊 打的就是速度战啊 没想到啊 直到了这一场比赛啊 才第一次到垒的成功啊 那我不晓得 风总 你讲话好像 不晓得是七敌 还是在讲干话 八局上啊 俊阅登板啊 可惜遇到乱流 失掉两分啊 八局下 国城安打 国林哲宣接选到保送 满垒一人出局 再度轮到贯尾打击 再度缠斗到满球速 可惜投手前滚地球双杀 但这局呛死曲也跳得很过瘾啊 九局上终结者 布兰哥登场啦 虽然有遇到守备侠师 被安打上垒 最后还是顺利手架胜利 也送出两K啊 中场就以5比4 显胜对手 取得主场首胜啦 最后MVP 是颁给了 集出超前分的延续 但是我的私心 是会给冠维 蛮关键的追评 延续气势 但不管是谁得 雅英也跳到MVP5了 本场比赛达成记录的部分 罗哥连续时局的夺三镇 从今年的4月6号到这场比赛 汉将投手群单场17次的夺三镇 国陵本季的首封啊 来看一下啊 那本场比赛的记录的部分啊 那一样先从野手开始啊 那本场比赛啊 总共打出了八支安打 中贤啊 四支一 浩伟四支一 国陈四支二 那国陵三支一 摇冠伟四支一 新元旭三支二 那在投手的部分啊 先发投手罗哥 他投了五局啊 那私分是两分啊 智泽是两分啊 那阿勇啊 他投了一局啊 他的私分是零分啊 那智泽也是零分啊 李东明 他投了一局 他的私分零分 智泽零分 曾俊月他投了一局啊 那状况比较差啊 失分是两分啊 智泽是两分啊 不然哥啊 他投了一局啊 失分是零分啊 那智泽是零分啊 那在这一场比赛啊 曾俊月啊 那可能是因为啊 连续两场啊 都有出来投的关系啊 他单局就失掉两分啊 那这个状况啊 基本上啊 也就造成了啊 不方汉将啊 在下一场比赛啊 输球的最主要原因啊 那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就让我们继续的听下去啊 4月13号 小小世界 铲铲汉将 主场的第一个假日主题活动啊 小小世界啊 好多家长带着小朋友一同进场啊 和佩佩珠 乔治的拍照会 相当多人排队 听到好多人说 粉红色的吹风机啊 小朋友听到 不晓得会如何 赛前分别由 陈真 中贤 国陵的小孩一起开球 画面很是可爱啊 那今天就看爸爸的好表现啊 今天由国豪先发出战威能帝啊 那组投七局 105球啊 被打了八支安打 投出了一次的四块球保送 四次的三阵啊 仅失掉一分啊 优质先发啊 可惜队友没有火力 没有资源 仅靠着六局下啊 国陈的安打加失误啊 攻占三类 再由国陵的高飞戏争打 追平比数 让国豪无关胜败 八局上 重点来了 旺西接替投球任务啊 先是被安打后啊 再因失误啊 被攻占一二类 谁失误呢 陪风 牺牲触局推进到二三类 再故意失坏球形成满类 满类一出局啊 趋全守备的情况下啊 应该趋全吗 我个人是认为啊 不管是趋全也好啊 正常的双杀守备也好都行啊 那只是啊 那汉将选择是趋全啊 要先抓啊 那往三类往本类跑的跑者啊 那没办法 人家林志平会打 软弱的穿过中线的一支安打 就失分了 有机会双杀的球 就这么穿越出去了 失了两分 换上小欧后 再被打出二雷安打 再失一分 高飞七身打 再掉一分 持续一口气失了四分 我们的失误代价也蛮高的啊 九局上国签汉将的初登板 无奈被炸了三分炮啊 继续加油啦 打线上和对手一样啊 都是十二支安打一失误啊 但我们却只得一分啊 九局下满壘以为会在天分数 可惜满壘惨 中场就以八比一落败 该庆幸的是没被开乳格啦 明天是两点的赛事哦 别错过时间啦 那我刚才有讲啊 为什么郑君悦的状况啊 那影响到这场比赛的胜负啊 那事实上啊 七局结束啊 双方是一比一啊 那八局上半的时候 正常的调度是应该要派上郑君悦啊 那但是因为郑君悦已经连续投了两场啊 那在前一场的一个状况啊 又非常的不好啊 面对同一支球队啊 单局已经掉了两分啊 所以此时的汉将教练团啊 选择的是非胜利组的投手啊 上来要关门啊 那蛮可惜的啦 没有守下来啊 但是在这里啊 也必须要给教练团一个鼓励啦 没有因为站况吃紧啊 就让状况不好的曾君 连续啊 连续第三场的出来投球啦 这场比赛虽然输了没关系啦 但是至少啊 曾君悦啊 他把他的状况啊 藉由一天的休息啊 再度的调整好啊 再迎接接下来的一个比赛啊 我觉得这个调度啊 我个人是非常的认同 本场比赛达成记录的部分啊 中贤单场四支安打 深浩尾连续七场次的安打 中贤连续七场次的安打 十恩奇跨连续七次的道累成功啊 来看啊 本场比赛啊 成记的部分啊 在野手的部分啊 那这场比赛总共打出了十二支安打 中贤五支四啊 深浩尾五支一 范国城五支一 国陵三支二 清元旭四支二 林哲轩二支一 十恩奇三支一 在投手的部分啊 先把投手江国豪啊 他投了七局啊 失掉一分啊 那智泽分是一分啊 林旺熙投了三分之一局啊 四分是四分啊 智泽分是两分 欧苏城的部分 投了三分之二局啊 然后他的失分是零分 那智泽也是零分 那江国千的部分啊 汉将的首次登板啊 他投了一局啊 那失分是三分啊 智泽是三分啊 比赛啊 来到本周的第五场比赛啊 也是最后一场比赛啊 那一样是小小世界的主题日啊 那4月14号小小世界 月月圣头 棒棒好棒 本周的最后一场赛事啊 目前两胜两败 今日有四棚先发 立冰本周的第三胜 希望本场比赛啊 人一扫啊 之前的一个阴霾啊 赛前由佩佩朱汉乔治啊 带来的开球仪式啊 场边看到不少的小朋友 很喜欢他们 虽然我比较无感就是了 毕竟已经是大哥哥了 你人大哥哥 一局下 忠贤保送上了 炮尾 国城 躺躺的三只串连长打 空向三分啊 这局够汗哦 天气不热 但我也跳到够汗了 眼睛充满着汗水 酸到要脏不开啊 毕竟呛时钟 不想中断拐了气啊 五局下 元旭的挥急 一半扛出去 阳春炮炸裂 月月组投了七局 104球 被打出了四只安打 投出了两次的保送啊 投出了五次的三振 无私分 优质先发 胜头候选 你回来了啊 七局下 堂堂安打 国陵畜生球 元旭安打 满壘 无人出局 满壘狂攻啦 但仅靠着哲轩保送 挤回一分 没再多达几分 八局上 迅月登板 虽有被急出安打 但顺利下装 八局下 最后进攻机会 浩伟率先安打 两出局后 国陵 元旭接连的二壘安打 再添两分 带着七分的领先 进入九局上 大象登板 投的有够惊险啦 投出三个保送 形成满壘 最后 再见接杀 结束的本场赛事 好险没有一发 不可收拾 不然很恐怖啊 中场 就以 7比0 获得胜利 夺下本周 第三胜啦 赛后MVP 也颁给了 优质先发的四棚 他的一个MVP感言 还对太太说了 我爱你啊 闪啊 本场比赛啊 达成纪录的部分啊 王正堂 中职生涯 第500场出赛啊 新元旭 本季的首支 全力打啊 那单场 三安打 深奥伟连续8场的安打 李中贤 连续8场次的上壘 高国陵 连续4场次的安打 范国成 连续4场次的安打 在团队成绩的一个部分啊 这场比赛啊 野手的部分啊 总共打出了十支安打 那分别是 深奥伟的四支二啊 那国成的四支二 王正堂的四支二 国陵的三支一 新元旭的四支三 然后在投手的部分啊 先把投手成四鹏啊 他组投了七局啊 没有任何的折四分啊 那曾军岳 还有上场的李建勋 各别投了一局啊 那四分跟智者分啊 都是零 四鹏啊 是在第二周的时候啊 在被打爆的状况下 下去二军啊 调整了十天啊 那上来之后 马上有不一样的一个 表现啊 那事实上这个也是 不得已的一个调度啦 在绍庆啊 还没有办法归队的状况下啊 不仅仅是啊 那仰头啊 必须要两周啊 风火轮啊 一次啊 那在先把投手的部分啊 也会试着啊 在单周的时候啊 下放一个投手 到二军去做调整啊 再拉另外一个先把投手上来啊 那这些都是不得已的一个调度啊 那幸好第一周跟第二周啊 是不管土头或者是羊头啊 那先把大崩盘的一个状况下啊 在比赛的第三周啊 至少在本土的部分啊 有慢慢慢慢的回稳啊 那也期待啊 那羊头的部分啊 赶快能够回稳啊 因为至少在先把投手的部分啊 汉将是只能够用两名的一个先把投手啊 因为毕竟富兰哥的状况太好啊 他已经占有一个名了啊 再加上少庆啊 他没有办法登板先把主头啊 这些啊 都是不得已的一个调度啊 再加上啊 那好巧不巧啊 在四月份啊 那单周五连战的一个赛程啊 汉将是连续三周啊 那只好以不变应万变啊 这样子撑下去啊 目前的问题啊 最大的问题啊 还是在先把投手的一个身上啊 吃的局数不够多啊 那相对的啊 不管是胜利组的投手也好 非胜利组的投手也好 要吃下来的局数啊 就会比较多啊 相对的就会比较过劳啊 那目前能做的啊 就是保留胜利组的一个 投手战力啊 那让非胜利组的投手啊 在先把投手崩盘的一个情况下啊 尽量把局数吃多啊 但是毕竟这个并不是一个 正确的权宜之计啊 还是希望啊 仰头啊 赶快能够把状况调整好 至少能够像保罗一样啊 至少吃满五局啊 这样子啊 成绩的部分啊 才有可能啊 往上跑啊 目前是还在垫底的一个位置啊 但是前面在跑的五台车哦 慢慢慢慢的哦 好像可以看到其中三台车的一个车尾灯啊 这个是一个好现象啊 那当然 统一师目前战绩独走啊 那这也没有办法啊 那目前只能祈求的是啊 那在跟其他四队的一个竞争中啊 不要落后太多场啊 那等到少庆回来也好啊 那等到不管是 其中选秀啊 第一轮选到谁也好啊 那再好好的再下班机拼一下啊 那目前啊 那目前啊 我个人认为啊 那汉将的部分啊 观赛重点啊 在人员调度的部分啊 那第一个是游几手啊 那不管是王拔啊 不管是持恩起 不管是叶子亭啊 看谁能够脱颖而出啊 那接下来就是三壘防区的一个竞争啊 在王担好下去之后啊 就看新元旭啊 以及董子恩啊 他们谁的状况好啊 应该暂时能够把三壘防区的这个先发位置给抢下来啊 那我比较好奇的是啊 在汉将右外野的一个部分啊 在哲轩商欲归队之后啊 那教练团们啊 比较多的一个先发场次啊 是会给哲轩 还是会给孔练恩或者是陈真啊 那目前看起来啊 孔练恩和陈真的部分啊 是对方的一个先发投手啊 如果是右投手先发的话啊 那就以孔练恩为主啊 那如果说啊 是以左投手做先发的话啊 就是陈真为主啊 那哲轩他到底 他能够啊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啊 有没有办法再把右外野的一个先发位置抢下来啊 是我敬喜啊 关注的一个重点啊 以上啊 就是本周的一个节目内容啊 请多多进场看球啊 如果可以 请带着你的家人 朋友 同学 同事 一起进场看球啊 我们下周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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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信我,一起在新装看球 青春的幽虫,吹随着不动手 小时空中,就紧紧的享受 为好者,大师加油 悠愁小时空中,Here we here we go 烦恼跑在老头,Here we here we go go 展开你的笑容,Here we here we here we go 快乐与你游望,Here we here we go go 放轻松,享受 你还在等什么? 相信我,一起在新装看球 青春的幽虫,吹随着不动手 小时空中,就紧紧的享受 为好者,大师加油 留守小时空中,Here we here we here we go 烦恼跑在老头,Here we here we go go 展开你的笑容,Here we here we here we go 快乐与你游望,Here we here we go go 大师 שלי 大师